追踪前导的运用 来,各位看一下哦 A1里面是10 A3里面是10 A5里面是10 来,看我们打公式哦 等于 这一格 加上 这一格 答案当然是20 对不对 再来一次哦 等于 这一格 加上 这一格 答案也是20 所以这个是怎么来的 这两格给他 那这个怎么来的 这两格给他 那怎么看呢 再一次有提供的功能哦 我先把功能表展开来 在公式标签 这么有个功能叫做什么 嗯,在公式标签 我点错了 难怪找不到 公式标签 这么有个追踪前导 什么叫前导 谁给我的 当我点到这一个 我想问 这个资料哪里来的 当你点这里 他就告诉你 哦 这一格的资料是 这两格给他的 你看见了吗 这叫追踪前导 来,我们把箭头移除一下吧 换这一个咯 这个资料是谁给他的 叫追踪前导 是这一格跟这一格给他的 那一样道理哦 那这个资料有给谁呢 叫做重属 这个资料同时有给他们两个 叫做重属 这样你看懂了吧 那接下来的移除 箭头没什么好说的 来 谁给我的叫做前导 我有给谁 就叫做重属 那当然不要两个都开了 这样就会花了 所以有时候 也许你需要把箭头移除 来,各位试一下 好 我 那 我 会 咯